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我们要来说 灵焕先生第21集 上一次我们说的故事 是抓交替的灵异故事 如果想看的朋友 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要看可以去点来看 这一次我们要来说 阴阳水 很多人听到阴阳水 第一个想法应该就是 冷水加热水 但其实真正的阴阳水 并不是冷水加热水 而是午时水加上英时水 午时水就是端午节正中午的水 那天的水也被人称为纯阳之水 那么阴时水则是要挑至阴之地 在凌晨的时候采集树叶上的露水 而且绝对不能照到阳光 两种混合那就是阴阳水 阴阳水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运用得当还能改运招财 这我们晚一点会来说 让我们先说回茅山小采集 茅山小采集是茅山组织分支天师府 他们有一套独立的系统 就是天王师 从明朝就流传至今 是有族谱的 修炼过后能够有感应 能够听得到灵体说话 偶尔也能看得到灵体 结了故事来自观众小采集 接下来老王会编撰后 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很多人都喜欢听 我跟我老爸的事情 但是这一个老头 有时候真的很让人受不了 今天要说的事情 是一个很急车的事 有一天我爸忽然大声的叫我 臭小猪 啊有没有空啊 干嘛 你阿火叔说 过几天要帮人除煞 你要过去帮忙 听到没有 哦好啦 但是这次要用阴阳水 你会不会用 阴阳水 我知道阳水是五十水 就是我们端午节吞很多的那个水 可是阴十水是什么东西 是自来水 我怕就念我 自来水你个头啦 你阿火叔那一场 一定要用真正的阴十水 所以我是要去哪边用 要怎么弄啊 你要在晚上暑点的时候 去老地方 等到有露水凝结 你就一滴一滴踩下来 我这听完我就想 一滴一滴踩下来 这种难做的事情又要我去 真的是 我一定要想办法拒绝 这个时候 我爸拿出了一叠钞票 啊你不想去哦 好啊 这个就不要拿了啊 我一看哦 大概有几万块啊 我就说老爸大人 我哪有说不去呢 我这么乖 那只是又要去老地方 去那边吵人家这样子不好吧 到时候出事怎么办 为什么我会说出事 不晓得大家以前还记不记得啊 我跟我朋友去踩竹子 就是去那个老地方的坟墓去砍贵族啊 那我老爸呢 这次就说 这一处哦 不会了啦 因为勒 这次就你住几去 我自己 那要踩到什么时候啊 我爸这时候就拿了一个宝特瓶给我 来啦 拿去啊 至少要装一半哦 你倒了拍照给我哈 不要给我打混摸鱼哦 来啦 这五千先给你啦 哦 五千 水啦 那什么时候要去啊 15号 也就是今天晚上 接着呢 我就拿着一瓶500cc的框泉水 拿着背包 摩托车起着 就去了 去到那边的时候啊 我就先跟现场拜拜说 哦 不好意思打扰了 这一次只是要踩入水而已 不会再乱砍竹子 或者乱尿尿了啦 拜完以后 就烧几根烟 放在地板 开始在旁边看手机 在那边等 等啊 等 忽然起了雾气哦 接着雾气不见了 我看了一下哦 有入水了 我就开始一滴一滴的踩水 我整个分场踩完啊 也才两三百cc而已 后来我在那边搞了很久啊 这快要累死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 看起来差不多了 那因为老爸有交代过 英识水不能照到太阳 回到家以后要用warn装着 装完以后还要用服贴着 我用了很久啊 回到家大概是凌晨4点左右 我就把英识水放在我爸的桌上 我就去睡觉了 睡醒之后啊 我爸就跟我说 哎呀 这一场给你做哦 蛤 为什么要给我做啊 哎呀 你去阿火叔家看哦 你去完你就知道了啦 结果我就去了阿火叔家 阿火叔一开门啊 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因为他扶着他的老妖啊 跟我说他闪到妖了 接着阿火叔跟我说 不好意思啊 这一场你帮我去吧 这场的钱都给你啊 哦 好啦 阿火叔 你保重身体呢 地点跟情况大概跟我说一下 后来我听完啊 我就开车出发了 那个地点是高雄很有名的闹鬼公寓 某一间的住户啊 在房间里面想不开 这个人啊 实意坚决 扫木炭又用绳索哦 这间房子是他的 但是为什么知道要处理呢 就是因为闹的太凶了 大家受不了 所以才会辗转找到阿火叔 这间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啊 接到很多客树 总是有住户反应 那间房子 晚上会有很多椅子拖动的声音 不然就是会忽然有很奇怪的噪音 发出碰碰碰那样 也有住户说啊 闻到很奇怪的味道 从里面飘出来 那有住户想说啊 是不是邻居半夜在那边 悄悄打打 走不了过去 才发现那边根本没有住人 好几个人啊 都在走廊那边遇到鬼 当我抵达的时候 接待我的是这屋主的爸妈 他们先邀请我吃了一顿 在等餐来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们说 这个法要晚上才可以做 那吃饱饭也刚好差不多了 可能需要请同一层的人 先回避一下哦 后来屋主的爸爸 就打电话跟管委会的人说啊 电话说完以后啊 我也吃饱了 我们就先过去现场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消息大楼管委会说出去以后 整栋的住户都跑光光了 一楼的警卫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然后我就想说啊 好吧 既然要来做哦 那就好人做到底 我从一楼帮他进上去好了 接着我就开服 开服之后我就调阴阳水 阴水阳水不用太多 大概100cc就够了 剩下的部分就是自来水就可以 接着我就从一楼开始进化 进到楼上去 到那一间的时候啊 我一把门打开来 就一股窒息感迎面而来 我就跟屋主爸妈说 哎哟 你儿子还没走勒 侮辱爸爸才说 哎 对啊 招魂招不回来啊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留恋在人世间啊 我儿子啊 因为经商失败 老婆又外遇 所以想不开了 这间房子啊 房屋是他老婆的名字 土地是他的名字 他不想给他老婆继承 所以才会选择在这边寻顿啊 我就说 哦好 那我知道了 那请两位先退出去外面 我先死走哦 接着我就进去把福烧了 接着在地板画了一个八卦 整个法事做完以后 我想说要走了 这屋主爸爸才说 哎 听说有一种新的工作 叫做进屋师哦 是住在这个凶宅里面 啊能不能委托你在这边睡几晚啊 我给你费用啊 那因为我实在不想啊 我就说 我的费用很贵哦 比外面贵哦 屋主爸爸说 没问题 后来讲了个价格啊 没想到屋主爸爸也一样说可以 因为他只希望儿子可以早点去盖去的地方 也希望之后啊 卖房子可以顺利脱手 后来屋主给的价格啊 确实很漂亮 我这好硬着头皮住下去了 第一天晚上啊 当然没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晚上 我看电视看到睡着啊 睡着的时候就感觉有东西在踢我 眼睛一睁开啊 就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用他的脚在那边碰我 我说你要干嘛 他才问我 你有没有酒啊 看来这就是圆屋主了 我就问他哦 哎呀你是怎么了 你为什么还不走啊 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呢 就开始对着我抱怨一堆 抱怨他的人生 抱怨他的老婆 听完我都觉得 这家伙怎么那么可怜啊 我也不忍心强制驱离他 我就跟他说 啊不然这样啦 你要吃什么喝什么跟我说 我弄来给你啊 那你吃完喝完就该上路了 不然你这样子哦 到时候损的也是自己啊 早点去面对 对你有好没有坏啦 后来他奶奶个熊啊 这家伙跟我说他要吃咸酥鸡 还要配啤酒 还要抽烟 那吃完喝完 他又跟我说他伤身扮这样哦 他不满意 我就跟他说 哇你真的不满意 你去跟你家人说你要补办什么 还是你要怎么样处理 如果我去跟你家人讲哦 你家人一定觉得我要坑他们啦 他就说好 结果他真的跑去跟家人说哦 因为他家人隔天来找我 说他要补办伤事 然后呢 他们又觉得原本请的筛工不满意 要我帮他们做 我就说我也没有做过筛工啊 后来他们一直拜托 一直请求 我就说好了好了 我试试看 整个做完以后 我一样又住在那边 这次没事了 结果隔天他家人来啊 跟我说 我儿子昨天托梦来说 他很满意 他要走了啊 后来这屋主爸爸 给了我超级厚的大红包啊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啊 我看到阿火叔跟我爸在那边泡茶 我说阿火叔 那你不是腰闪到 阿火叔边喝茶边在那边笑 我爸就说 啊怎么样 啊你怎么没出事啊 我跟阿火还打赌说啦 你这几天一定会打电话来啊 我就说 不好意思哦 让你失望了 这种不会出事好不好 啊所以你跟阿火叔串通来骗我 我爸才说 啊没有啊 阿火叔说 这种你去就好了 诶啊对了 英识水你还有没有剩哈 还有一半啊 你干嘛你要吗 我爸就点头说他要 后来阿火叔说 啊年轻人还是比较有力气啦 这个英识水很好用耶 你就这样给你爸 这个哦 要除煞就除煞 跟五识水混着泡茶喝 还可以招财改运了耶 傻傻的这样就给你爸 我就说啊随便啦 反正我要的话再去拿就有了啊 我爸才说 美败哦 小屁孩 长大了哦 现在还知道要孝顺老爸 我还听说做施工哦 还去进屋师哦 厉害哦 我就笑翘的离开了 我心想 啥子 我包包这包大红包啊 这才是真正好用的东西了耶 后来过没有几天啊 我爸约我打拍 我的莫名其妙 他有够旺啊 我那包大红包啊 整个被他引走 还倒贴了耶 我的妈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 那么也过年啦 想必大家也没办法去弄阴阳水哦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招财改运呢 老汪特别问了小菜鸡一些小偏方 他有提供一个哦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哦 要改运 招财 其实要治本才可以 什么叫做治本 那就是做功德 做善事 这才会真正回向给自己 如果你是透过外界去许愿 那也只是提前预知你的财富 到后面你功德不够啊 可能就会从其他地方来补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 三个招财改运的方法 这些方法都不会让大家花到很多钱 可以试试看 第一个帮家里安装防护罩 这也是小菜鸡跟我说的哦 俗话说的好 收了住财才是理财根本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帮家里安装防护罩呢 那就是种植一些植物 有的时候啊 我们总会觉得不顺 倒霉倒霉的 那就可以在住家的阳台或者窗台 不然就是大门口啊 摆放芙蓉或者是麒麟树 它可以在家中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 那无形的煞气不会干扰到你 这样时间久了 你自然运气就能开展出来 但是要记得哦 千万不能放室内 否则会单身一辈子的 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 第二个方法 吸引力法则 常常看我IG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吸引力法则的爱好者 你如果真的想要改运招财啊 那你不妨每一天都告诉自己 我现在每个月查运都越来越好 我喜欢的人都过得很好 我也很好 真的是太好啦 你只要常常保持这样的想法 自然这种事情就会成真 你可能会觉得 怎么可能啊 用想的就有 那你就要先杜绝这种想法 因为这是真的 其实你早就已经有了 只是你一直把它赶走而已 就连现在的你啊 都想要把它赶走 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千万不要有 怎么可能啊 的想法哦 第三个 改变气场 改变气场也属于 增加正能量的一种 这种增加正能量啊 不是要你每天灌心灵鸡汤 而是你要去改变自己的能量气场 怎么改变呢 有一个最好的地方 那就是超高级的饭店 现在很多高级饭店啊 你可以去那边点一杯饮料 点完啊 你就住在那边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就待着 观察一下那边的人啊 他们的行为举止 这可以非常有效的 让你改变气场 你一定会注意到啊 有些人非常有自信 行为举止都是你觉得很棒的 只要你去吸收好的 就一定可以改变你的思维和气场 改变了这些啊 运气和财富自然就会来 要想要改变我们的人生 第一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只要心态是正确的 我们的世界就会是光明的 还有一件事情啊 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怎么样的人靠近 你是一个喜欢笑的人 那么开心乐观的人 就会接近你 你是一个喜欢在网路上 酸人骂人的人 你也会吸引同样的人靠近 自然而然的 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和运气 像我啊就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遇到的观众们都非常的好 而且有礼貌 很有爱心 跟我兴趣又一样 我真的是太幸福了 今天啊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是幸福A老汪 我们下次见